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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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想过 将来在家上网 随时都有执法者来找你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近日就版权条例修订 立法会和民间团体都举办公听会和研讨会 有网民、民间组织和立法会议员都表示反对次修订 并对侵权刑事化和什么为之精神损害提出质问 其实呢 他恶搞他不是网上的 他的实物是网上高 跟着reality 有些人呢 就跟着印出来做一件T-shirt拿来卖 跟着呢 民建联当时呢 你的同僚呢 就去报警 陈靖霖先生 报报海关 叫人拉人封艇 结果呢 证明了这件事 这件事是没有侵权的 其实在街上 不单止你民建联被人恶搞 所以其实应该要搞清楚 什么恶搞 什么又是侵犯万全 麻烦 这里是开了一个位 一个很阔的位 给政府去检控再创作的行为 对一个普通的小市民 小网民来说 是可以这样给政府去检控一些 以往不属于犯法的行为 你觉得对市民的权利保障 是加了还是减了呢 虽然在会上 有学者和政府代表表示 现在没有违法的 修例后都不会违法 个案会由法庭审决 但是由头到尾 对法例的细节 都没有解释清楚 这五个只不过是 给法庭有个参考 就是当是一个 叫做starting point 就是今天 我们见到的一些 一些作为 无论那些是恶搞又 二次作作 或者其他一些作为 如果它是 在这个版权条例 今天是不跌下的阴望的话 明天它都不会跌下的阴望 人权监察总共事 羅玉啟在一个论坛上 就侵权刑事化后 提出一些令人担心的地方 因为它可以刑事做调查 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骚扰 所以 再加上政府对法律的 一些创造性解释 它们有时有创意 它们在执法的时候 有时法律可以想象不到这样用 这个就很责心 所以我今天都想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争取得好 那个例外条款到最后 都要很小心 另一个最令市民担心的是 什么叫做精神损害 因为将来有机会 透过民事诉讼 来追讨法律的责任 但政府从来没有解释清楚 什么叫做精神损害 什么叫做心灵伤害 什么叫名誉 又说伤害 这两个有什么权益 受害的时候就是刑责 只是这个点 我想最担心就是 大哥改了你的图 然后你说 很生气 很不够 然后又说 探板权 是的 探板权好像这个 不要这个 那个 那件衣服那些 你就生气 生气 然后说探板权 是不是这样叫板权人利益 将二次创作定义为 扁损性的玩意 是的 扁损性 今次就是我们要澄清 要扁损性 怎么为止扁损性 一直以来这条条例 是没有澄清过 而罗玉契在论坛上 也解释了精神损害 在外国的例子 和看法 精神上面 搞到你扁损性 那怎么样 使得你开头 不如你来香港飞龙 一直都刺激的 大家讲完就更加刺激 之后你说 扁损性 但是这个扁损性有什么问题 这个表达自由空间 你笑一下 你怎么浪费钱 做这样的东西 然后大家都看不起那样东西 使得最后更加看不起 那作者被人扁损 也值得被人扁损 做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言论前进的那样东西 使得人家这样的扁损 是应份的 要尊重这些空间 Combin Law System 基本上原本一直都不承认 这一类所谓Moral rights 后来慢慢才开始立法 去引入那些东西 到现在的接触是很大的差异 即使欧洲他们有很多 Combin Law System 他们自己有很多不同的做法 所以说实话 你说要因为国际上普遍这样做 而我们要这样做 这个就没有这个基础 因为事实上大家都亂来的 各在各做的 所以我觉得是我们有很强烈的理由 去拗不一定要保护这个东西 但很可惜香港的条例里面 是写了有的 所以民事方面至少 我们是会中的 政府对于2011年 版权修订条例草案 仍然有很多问题未解决 也都未寻求到共识 同时未有广泛咨询各界的意见 能否好像立法会发问者所言 撤回方案重新咨询呢 在澄清公众疑虑之前 不应草率通过议案 强烈要求政府要即时 撤回这个版权修订方案 因为委员会必须先撤回草案 然后立刻解散并且重组 才有空间讨论下去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判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观看